李大姐的公司原本要转十万五千块钱运输款给一个叫张建刚的客户 当时李大姐刚午睡醒来还有点迷糊 误把张建刚听成了张建康 而且巧的是手机转账页面上也有张建康这个名字 李大姐就直接把钱转了过去 但刚点完确认按钮 她就发现搞错了 就转错了 转错了呢 这个手机网银转账了特别快 确认一点钱就出去了 这么多钱转错了 李大姐很着急 赶紧跑到对方的开户行 但她没有权利查看客户的个人信息 于是找到林平派出所求助 辅警姚萍了解情况后 帮她联系上了那位张建康 张建康是吧 对对 我这边林平派出所的 我问你一下 你是不是有个尾号是4777的一个农业银行的卡呢 好像是有的 今天有个人给你这个银行卡里面转错了 给你转了一笔钱 看看有没有收到这笔钱 我怎么没有收信息呢 你看一下看 如果没有信息的话 你去这个卡查到这个ETM机 或者这个银行里去看一下看 到下班吧 好吧 过了几分钟 对方查到账户里确实多了一大笔钱 立马回电话表示会尽快把钱转回去 半小时后 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了派出所门口 下来一个40多岁的男人 正是张建康 李大姐仔细一看 这个张师傅之前给他们公司做过业务 张建康那个人呢 也确实好 真的也好 那按后面说 直接就过来了 过来了一看 他也认识我 我也认识他 实际上要如果说 不经过你们的年纪派出所了 他也不知道这笔钱是我的 我也不知道我这笔钱转给他 钱势而复得 李大姐向张师傅表示了感谢 后来又专程给林平派出所 送去了锦旗 1818黄金眼综合报道 我认识他